哈喽各位周末好 今天周六 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早一点的比赛啊 比较早的比赛 反正今天时间比较空闲 反正现在也是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九点钟这六场比赛 现在是八点五十五分 还有五分钟就开赛 我们就临场分析一下 特别是这场重点的这个欧洲杯 看一下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的欧洲杯是小组赛刚开始 那刚开始的一个小组赛 这一组分到了这一组 哎呀意大利好走运了 这一组 意大利这一组基本上妥妥出现了 基本上三支队伍都是送分队啊 瑞士联赛基本上也不怎么样 所以瑞士国家队 按理来讲也不应该是怎么样啊 从这个对战网机上来看 威尔士跟瑞士基本上来讲 差距不是太大 这两支队伍差距不是太大 各有一场胜负 关键是瑞士的进攻力还是蛮强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是这个瑞士 瑞士的基本面情况相对比较好一些啊 但这个攻击力还是明显的啊 攻击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我也试的这一边的话 攻击力还是有些疲乏啊 最近这几场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 那综合的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可能是瑞士更强一点啊 瑞士更加会有优势一些 阵容这些我咱们就不分析了 阵容这个我回头 我再分析一下这阵容啊 这里就先不讲阵容啊 先讲操盘的逻辑啊 澳门这个盘口开的是平手半球 平手半球中和这种状态上来看 他们开的好像也算合理的范围啊 平手半球也算合理范围 然后升盘升到了这个半球 半球持续高水 这个事情特别的长啊 这个这个高水 再加上瑞士的这个状态还不差 而且 呃 弄国力来讲 卫尔士应该是比不上瑞士的 所以筹码量来讲 还是压的瑞士这边比较重 那这个从这一步开始就有点不妙了 瑞士有点不妙了 然后降盘降盘压水压水的事也不够啊 这筹码量还是偏高了 这筹码量 瑞士的筹码量压的 转在这边还是偏高了啊 这个不用做模型推论 基本上也能判定 瑞士的筹码量是偏高的 然后一路降降降 接力士降盘 哎 这个基本上瑞士就死了啊 不然从澳门的盘口来看 瑞士基本上就挂掉了啊 嗯 黄冠的这个盘口给的水位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 还是比较保守保守 然后持续高水的时间 也是一轮一轮高水 一轮高水 然后压低水 压低水 然后持续高水 整个走势跟这个澳门还是比较 嗯 相似的 整体比较相似啊 水位给水位点给的也是差不多 那这一场比赛 再结合这个盘口啊 再结合这基本面 这个基本面很明显是瑞士降 比这个威尔斯更强 虽然说对战晚季各有胜负 但是 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这个状态上来讲瑞士肯定更强 而且最近一场有一个7比0的大比分 这里有文章可做的 所以专家开了一个半球 然后持续的降水 在临场的时候 他还持续降水 啊 瑞士基本就挂了啊 这场比赛 卫尔斯啊 推卫尔斯 我们再看一下 接着往下看一下啊 这个挪超 挪超 挪超也是小联赛啊 挪超是一个 挪威本身就一个不咋地的国家 刚开始 联赛刚开始啊 联赛刚开始打的 然后 组队会 最近两场比赛略有优势 但是状态上是客队有优势 看着盘口怎么开 盘口开的还是比较倾向于客队啊 比较倾向于客队这边 然后 呃 临近 开赛 降了一个盘 前面给的球也不算高啊 不算高 依求的盘口对比这种状态来讲的话 也能在接收范围 就一刻对了 展开依求也在接收范围之内 呃 但是 临场压了一个盘下来 呃 这个有点不妙啊 这一场 暂时放弃吧 莫尔德 这个放弃放弃 这场放弃啊 第一场挪超放弃了 然后是 嗯 这场比赛 整体来看 呃 对着往前上看来讲 基本上组队跟客队也没有太明显的优势 没有 优势 然后组队的话占有一个主场之力 然后还有一个 最近的这几场连胜 但注意到这个进攻性来讲的话 这个进攻力还是比较疲乏的啊 啊 防守做的还不错 啊 防守做的还不错 客队的状态一般般 嗯 综合的来讲的话组队会稍微有一些优势啊 那看一下庄家的这个盘口会怎么去开呢 这个盘口开了一个半球盘 啊 这个半球盘 持续了很高的一个水位 但是这个高的水位 目前看起来 这一场开的盘口比较 博异性比较大 生死盘呢 博异比较大 博异的成分比较大 这种比赛不建议大家去下注啊 这种比赛 在专家开出来的盘口从水位上来看的话啊可能偏向于组队这边 但是这种这种比赛的博异性比较大 还是不推荐大家去考虑这样的比赛啊 啊下一场啊这场放弃 两场挪超直接放弃了啊 第一场推的是卫尔士啊 卫尔士不输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这一场 瑞典甲 瑞典甲几点闪啊 看一下这个连闪目前打到一个什么状态 也是刚开始不久 嗯 这个目前的一个状态来看是组队是 相对比较有优势啊 这一组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客队是一个升班马 啊 状态上来讲的话 客队会稍稍好看那么一点点 这两场比较会稍好看的 但其实组队整体上来讲的话也 啊状态上来讲很明显是客队啊 客队比较占优啊 最近这上场进攻力还是不错的 啊 客队比较占优 然后对战晚节上是组队占优 啊客队的话是一只升班马 那基本面的综合评判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组队会稍微有一些优势 然后澳门开了一个平手板球 然后就一个 9点钟的盘开到现在 盘口不再有变化 黄光给的水路也是比较偏高的 但这种偏高确实可以形成阻力啊 对整体的一个状态上 偏要形成阻力 这种比赛 这场还是放弃吧 因为庄家的这个 开盘的一个趋向性不是很明确 像这样的比赛还是少控 换句话来讲就是庄家只是作为一个常规开盘 他没有一个比较 有指导性或诱导性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这种比赛其实庄家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胜负掌握 掌控率也不是很高的 客队客队有明显优势 客队有明显的优势 看着盘口 这场 兰斯科罗纳 深盘升得很早 客队有明显的优势 组队半球深盘 但这个深盘有点 看这个状态上来讲 其实组队也不差 呃就是对战晚级上来讲的话 客队 这三场 打得比较猛啊 但组队给了一个超高水 这种超高水有时候他也 他不仅是主力有时候他这种超高水的超盘手法的话 也会变成变相的 给下盘 减压 就是 下盘的筹码量不会 太过于大 因为可能下盘会打出的概率也会很高 而且他持续的这个时间很长啊 并且组队的这个状态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翻盘的机会 他还是有一定的状态在这里的 呃 所以中上所说我感觉澳门这个盘开的并不是很支持组队啊 看一下黄冠的这边的盘怎么走 嗯 黄冠持续给高水这个持续给高水 给的确实特别有点 过分了啊时间过长了这场比赛也放弃吧 但组队感觉组队也不太行 最后一场啊 左高平时 从胜负上来讲对战往前胜负上来讲 左高平时倒是客队比较占优 呃 最近的一个状态球队状态上来讲也是客队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那基本面上来讲就是客队占优了 那客队占优来看一下盘口怎么开 盘口的话是开了一个 平手半球啊 这种状态开了一个平手半球也就是 差不多吧 这个状态开平手半球差不多吧 但是还是稍稍有些偏低了 但这个水位给的很保守啊 相当的保守的一个水位 但话又说回来这个水位保守归保守但是他升了这个 他这里升了两个阶梯两个阶梯的话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升阶梯的时间太早了 18点39分升的阶梯到现在而且这个阶梯没有意义 关键是没有意义不存在意义 不存在意义的话这种情况下来讲可能是一种造假 呃对客队做一个造假 这场比赛还是放弃吧 那 呃这个进球 这场这场不推荐啊 那这6场比赛就只推荐推荐这个 我也是啊 我也是 至少不输吧 我也是应该不输吧 啊 呃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 呃零点凌晨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赛看一下如果到时候我还没睡的话我给大家再推荐啊 周末 时间还是有的 哈哈哈 好那就到此为止 呃回头看一下战绩吧 啊 威尔斯啊 今天推威尔斯重点啊 好 拜 拜拜 好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洲杯的 威尔斯 我也是 平局 呃 银盘 这个跟预料的结果差不多 啊 然后 我们再付一下吧 再付一下吧 呃 整体上来讲的话就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啊 对上晚期上 双方都差不多 啊各有胜负 但是瑞士的进攻性相对会强一些 然后状态上来看的话其实是瑞士 更有优势 啊状态看 又瑞士更有优势 那么整个基本面来讲的话瑞士是有 比较大的赢球面啊 但从盘口上来看 呃 从这个盘口上来看的话 前半层 其实开的盘口啊 是 呃 中规中矩吧 就是这个早盘开的给平手半球的话 因为平手半球这种盘口 他有很多变化 开的也算中规中矩 但关键是他的水位也给的比较保守啊 像早盘上来讲的话啊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 瑞士这一方的但是从这里就开始 变盘 把盘伸上去了之后呢 冲一个超高水位 而且这个水位持续的时间特别的长 之后呢 在为了 呃 从盘面上来讲的话 为了做一个平衡的一个修饰 降了降了一次盘 降了一次盘之后呢 水位适当的降 但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的短 只是为了给他做个细微 呃 这种盘面的话 就是已经是有问题的盘面了 然后到了临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个 呃 很规则的阶梯式降水 这个是一个明显的招则现象了啊 就明显的告诉你 哎 这支队友不错 很厉害啊 然后那个 你们关注一下 我专家已经受不了了 我专家一直在降盘了啊 你们注意了啊 我已经赔不起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 明显的是专家在做盘的感觉了 如果是联赛的话 他们一般不会怎么去做啊 如果是联赛 专家一般不敢这么这么玩 但是 呃 如果是国家杯的这种比赛啊 专家就会这么去操 包括这个 世界杯的这种比赛 这种盘 这种走势啊 都会经常出现的 因为 这个世界杯就是国家级比赛的这种逻辑 这种筹码的 受注逻辑跟这个联赛的受注逻辑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 走势一般都会出现在这种国家级联赛里面 啊 大家记住就好了 黄关这边基本上也是跟 呃 澳门是同一个 同一个盘路的 这个就没什么好分析的 啊 这个瑞士这场 打不出也是意料之中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分析一下 呃 剩下的这些比赛啊 这个是今天晚上最后 一轮分析的啊 啊 接下来的比赛就 特别的晚了 要到一点钟了 那就 跟 零点之后的比赛 没什么缘分了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丹麦跟 芬兰啊 现在距离开赛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快速的过滤一下 呃 从世界排名上来讲的话 丹麦的排名是明显是高于芬兰 丹麦是在好像在70名左右吧 应该是借于7名到15名之间 呃 芬兰是往后靠了 这个就是靠得很远的了 靠了那有 40名到60名之间吧 所以 丹麦的整体一个水平的底蕴 肯定是优于芬兰的啊 这个是一点 疑问都没有的 没有任何疑问啊 那也就是说丹麦其实是碾压芬兰才对的啊 从这边的一个状态啊 从这里的一个整体的状态 一个整理的状态上来讲的话 是明显优于芬兰的啊 也就是说这两支对我根本就不是对等的状态啊 那丹麦今天的一个盛面是非常的高啊 非常非常高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盘口 怎么看 澳门的这个盘口的话 早盘的话是依求盘口依求盘口 持续的时间蛮长的 但是那时候的筹码量并不是很高啊 然后到了林场 开始 进入高峰期的时候 在进入高峰期之前 其实从这个地方来看啊 十几个小时 都是高水位 全都是维持在高水 然后进入到高峰期的时候 短暂的时间内 一个小时 多一个一个半小时左右 把水位给压低下来压低下来 然后再次的持续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水位点 非常高的一个水位点 之后再次压低 但压低的这个 时间也太短了 就是为了做给 大家看了 之后呢 再次拉高 再次拉高 拉高的时间线也是很长一个时间线 到了林场这里 把它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呢 现在还有一个关键水还掉了两支水 注意走 同样的其实这个盘路跟这个 之前的那个瑞士的盘路其实是预取同工啊 预取同工真的是预取同工 丹麦今天晚上剩两个球是不太可能的啊 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不同的分歧点啊 基本上也没有啊 皇冠这边的水位 跟盘路的一个走势 呃 时间点 看一下时间点 时间点上的也是差不多整个时间点上的 也就是说这种大联赛的 其实各个专家之间的操盘很少有分歧啊 呃 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水位 然后降了 降了之后 降了之后 滴水滴水了之后再一次拉高 拉高时间 还是蛮长的时间段 然后再降再拉再降 呃皇冠的这个变盘的次数 反复的多了几次 但是基本上也是同样的套路啊 呃 芬兰这边看啊 芬兰 重点还是推芬兰这块 呃 已经开赛了我们再快一点吧 看下这场吧 这场 罗甲 罗威甲级联赛的一个比赛 罗威甲级联赛是刚开始才打的 这个赛季 呃最近一场的话是组队赢球 但是实际上客队的进攻性更强一点啊 然后客队是一个降级球队 呃作为降级球队打一只那个 呃 甲级联赛的的球队来讲的话 实力上是有一个落差的很大的落差的对了啊 也就是说 斯达 呃 胜面更高一点啊 两个 差不多的情况下 斯达的胜面胜利相对是更高一点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盘口他是怎么样一个走法 呃这个盘口整体的一个走法是 看一下 这一个走法 首先他是一个平手盘的开局平手盘的开局的话啊 堆组队是有利的但是这个 水位 就有点右盘了 跌的高了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洲杯的 威尔斯 平局 啊 银盘 这个跟预料的结果 差不多啊 然后 我们再付一下吧 再付一下吧 整体上来讲的话就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对上晚期上 双方都差不多 啊 各有胜负 但是瑞士的进行性相对 强一些 然后状态上来看的话 其实是瑞士 更有优势 啊 状态看 又瑞士 更有优势 那么 整个基本面来讲的话 瑞士是有 比较大的 赢球面啊 但从盘口上来看 呃 从这个盘口上来看的话 前半层 其实开的盘口啊 是 呃 中规中矩吧 就是这个 早盘开的 平手半球的话 因为平手半球 这种盘口 他有很多变化 开的也算中 中纪的关键是 他的水位 给的比较保守 像早盘上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 还是 比较倾向于这个 瑞士这一方的 但是从这里就开始 变盘 呃 把盘伸上去了之后呢 冲一个超高水位 而且这个水位 持续的时间特别的长 之后呢 再为了 呃 从盘面上来讲的话 为了做一个平衡的 一个修饰 降了降了一次盘 降了一次盘之后呢 水位适当的降 但这个时间其实 非常的短 只是为了给他做个 细微 呃这种盘面的话就是 已经是有问题的盘面了 然后到了临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个 呃很规则的阶梯式降水 这个是一个明显的 照热现象了啊 就明显的告诉你 哎这支队友不错 很厉害啊 然后那个 你们关注一下 我专家已经受不了了 我专家一直在降盘呢 你们注意了啊 我已经赔不起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 明显的是专家在做盘的感觉了 如果是联赛的话 他们一般不会怎么去做啊 如果是联赛 专家一般不敢这么这么玩 但是 呃 如果是国家杯的这种比赛啊 专家就会这么去操 包括这个 世界杯的这种比赛 这种盘 这种走势啊 都会经常出现的 因为 这个世界杯就是国家级比赛的这种逻辑 这种筹码的 受注逻辑跟这个联赛的受注逻辑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走势一般都会出现在这种国家级联赛里面 啊 大家记住就好了 黄关这边基本上也是跟 呃 澳门是同一个 同一个盘路的 这个就没什么好分析的 啊 这个瑞士这场 打不出也是意料之中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分析一下 呃 剩下的这些比赛啊 这个是今天晚上最后 一轮分析的啊 呃 接下来的比赛就特别的晚了要到一点钟了那就 啊 跟 零点之后的比赛没什么缘分了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丹麦跟芬兰啊 现在距离开赛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快速的过滤一下 呃 从世界排名上来讲的话 丹麦的排名是明显是高于芬兰 丹麦是在好像在70名左右吧 应该是这7名到15名之间 呃 芬兰是往后靠了 这个就是靠得很远的了 靠了 呃 40名到60名之间吧 所以 丹麦的整体一个水平的底蕴 肯定是优于芬兰的啊 这个是一点 疑问都没有的 没有任何疑问啊 那也就是说丹麦其实是碾压芬兰才对的 从这边的一个状态啊 从这里的一个整体的状态 一个整体的状态上来讲的话 呃 是明显优于芬兰的啊 也就是说这两只对我根本就不是对等的状态啊 那 丹麦今天的一个盛面是非常的高啊 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盘口怎么看 呃 澳门的这个盘口的话 早盘的话是一球盘口 一球盘口 持续的时间蛮长的啊 但是那时候的筹码 筹码量并不是很高啊 然后到了临场 开始 进入高峰期的时候 呃 在进入高峰期之前 其实从这个地方来看啊 十几个小时 都是高水位 全都是维持在高水 然后进入到高峰期的时候 短暂的时间内 呃 一个小时 多一个一个半小时左右 把水位给压低下来 压低下来 然后再次的持续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水位点 非常高的一个水位点 之后再次压低 但压低的这个 呃 时间也太短了 就是为了做给 大家看了 之后呢 再次拉高 再次拉高拉高的时间线也是很长一个时间线 到了临场这里 把它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呢 现在还有一个关键水还掉了两只水 注意走 啊 同样的其实这个盘路跟这个 之前的那个瑞士的盘路其实是预取同工啊 预取同工真的是 自己形容了 丹麦今天晚上剩两个球是不太可能的啊 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不同的分歧点啊 基本上也没有啊 皇冠这边的水位 跟盘路的一个走势 呃 时间点 我看一下时间点 时间点上的也是差不多整个时间点上的 也就是说这种大联赛的 其实各个专家之间的操盘很少有分歧啊 呃 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水位 然后降了 降了之后 降了之后 滴水滴水了之后 再一次拉高拉高时间 还是蛮长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再降再拉再降 呃 皇冠的这个变盘的次数 反复的多了几次 但是基本上也是同样的套路啊 呃 这么说吧 丹麦也没戏了啊 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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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还是 往这个 芬兰这边看啊 芬兰 重点还是推芬兰这块 呃 呃 已经开赛了 我们再快一点吧 看看这场吧 这场 罗甲 罗威甲级联赛的一个比赛 罗威甲级联赛 是刚开始才打的 这个赛季 呃 最近一场的话是组队赢球 但是实际上客队的进攻性更强一点啊 然后客队是一个降级球队 呃作为降级球队打一只那个 呃 甲级联赛的的球队来讲的话 实力上是有一个落差的很大的落差的队了啊 也就是说 斯达 呃 胜面更高一点啊 两个流派差不多的情况下 斯达的胜面胜利相对是更高一点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盘口他是怎么样一个走法 呃这个盘口整体的一个走法是 看一下这一个走法 首先他是一个平手盘的开局 平手盘的开局的话啊 堆组队是有利的 但是这个水位就有点右盘啊 跌的高了 这水位 如果是平手盘开局 呃降个零点七五差不多上下九优的话那这个水位还是有点提防主队会打出来的但是这给零点八这水位特别的高 不划算不划算怎么看都不划算 所以这场比赛来讲的话 呃 客队从出盘来讲的话就没什么优势了 然后到了临场 到了临场 由 升盘 这个升盘 呃这个升盘有点 有点明显右盘的感觉了啊 这个升盘这一场斯达直接就是客队了 这场比赛 呃 我 我感觉这一行 我都不需要去做数据分析了 呃 这这把斯达吧 斯达吧 选斯达啊 黄瓜这边看一下他有没有分析点应该是没有了这种比赛应该是没有分析点 呃平手平手三 临场临场升盘升盘加下 斯达斯达斯达 没有没有悬念 这一盘斯达 呃 再看一下这个谢夫 客队两场友谊赛 呃这两场基本上没有太多参考战士来看一下这边 组队客队组队 客队两队的实力差不是太大 但由于客队是一个升盘马 呃 那客队来讲 从实力差上来讲的话客队又得 往下落一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口怎么开 也就是组队上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优势一点 这个盘口开得 很保守啊这个盘口 这种盘口呢怎么说呢 这种盘口专家就是给了一个反向思维的去给我们 玩家去思考了 他一个平手盘开出来的这个水位0.8是高了 但是他只降了一次水 跳空 跳来0.1直接降水 0.75的水位 放个一放给主队 其实主队的优势还是有的 但是客队的状态不差 呃 如果是不看对上晚级的情况下 直接看这个对等 的状态来讲的话 其实平手盘算是合理的 但是这个取位差给主的一个很很大的保留空间 毕竟作为一个主队来讲的话 他有个主场的优势 那么这个水位差其实是给了 主场优势这边一个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个人建议这种比赛 不建议大家下主 但是如果真的要考虑的话 组队可以考虑一下啊 组队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比赛 因为这种比赛 按以往的我的一些经验跟一个数据分析来看的话 这种比赛 基本上都是55开的 55开的比较多 因为 这个操盘只是做了一个属于上的一个提防 但盘口其实给他很中立 这场比赛不建议大家 下注啊 现在下注 推荐的是一个芬兰 一个 斯达 然后 歇夫这场 不建议下注啊 那我们看下最后一场啊 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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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基本面我都想放弃的这种比赛 这种比赛没有太大的 投机架子 这种比赛 首先这两对感觉上来讲 实力差不是太大 而且中间穿插的这个友谊赛比较多 如果把友赛去掉的话 整体看的实力差 可能客队会有一些优势 但其实上看起来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 实力差 再加上两对的状态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整体上来讲 对战王级客队会有一些优势 但是组队在状态上会有优势 这种比赛比较难判断 比赛比较难判断 等从盘口上来讲的话 组队会稍稍给出一些 庄家看好的一个 一个趋势 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值得 是 这种状态开一球盘口是明显让组队更加有优势的 因为状态上 不支持一球盘口 但是 庄家还是给出了一球盘口 而且生盘的时间还是不要早 生盘了之后这个水位 也比较保守 这种情况之下 初步会比较看好这个组队 你看这一块 黄框又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操盘思路 一个典型的水位走势 上到溢水降下来再压再压再压 像这样的走势的话 如果组队有一个打出的空间的情况之下 并且 高水又能组盘 又能形成阻力 那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看好的状态 这个比赛比较看好组队 比较看好组队 但是 这一场 跟这一场 都不建议玩家 作为重点 如果 下注的话 并且 想追求一个 盈利的一个极限 那 首先芬兰 可以做单 然后 斯达 可以做单 接着 串一个 汉坎 把汉坎给串上去 然后再分开再串一个 谢夫 这就差不多了 但是 汉坎跟谢夫 其实并不推荐 并不推荐 但是如果非得 你们非得喜欢 玩一下 那就汉坎跟谢夫 还是 把它放在串里面 会比较好一点 那斯达 跟这个芬兰 是可以做单的 没有问题 特别是芬兰这场 芬兰这场OK的 没问题啊 这场 反正 丹麦是赢不了两个球的 当然 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啊 毕竟 球这种东西 什么可能性都有啊 嗯 好 那今天推荐就先这样啊 然后等明年看赛果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赛果啊 赛果今天已经出来了 首先第一场昨天推的是这个欧洲杯的瑞士对威尔士 果不其然啊这个瑞士 赢不了啊 从盘口上的体现瑞士是没法赢的了 打了一个1比1 这场收了啊 然后 还有推的这场 大麦跟芬兰的啊 大麦跟芬兰的 大麦也是没戏啊 芬兰最后也胜出了 芬兰胜出倒是在我意料之外 我感觉芬兰应该是小输一球或者是平局啊 但是芬兰打胜出这个还是在我意料之外啊 不过最终的结果上来讲也是正确的啊 大麦确实没法赢球啊 没法赢盘 然后 另外一场这场 推荐的苏拉啊 这场待会着重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这场待会复盘的时候着重给大家分析一下 然后最 剩的是这个汉坎 汉坎这场虽然不是推荐给大家 作为重点但是这个 只是作为一个串来参考的啊 这个也打出了啊 两个推荐串都打出了 然后还有一场谢夫 谢夫也是推荐串打出了 我们 按照惯例来复一下盘啊 这个 瑞士威尔士 从小组上来讲其实瑞士是有一定的 出现的机会的啊但是 整个小组上来讲为瑞士算是比较弱的一支啊 威尔士跟瑞士基本的同级算是比较弱的 虽然说同级但威尔士最近的一场比赛 在对战晚期上来讲跟瑞士基本上是 各有胜负吧 只能这么说然后 实力差也不会太大啊 从对战晚期上来讲实力差 并不是很大 但是从状态上来讲的话 瑞士很明显是要稍微比 威尔士要 好一些 啊 因为无论从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球进攻性来讲 侵略性来讲的话 都是很高的一个 评价 呃 威尔士呢 就是怎么说呢 中规中矩比中规中矩还好一点 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 呃 对战晚期加上一个 基本面的状态 瑞士是比较占优势的 也就是赢球应该是赢面比较大的 但 这个时候 呃 黄光跟澳门开的盘口 其实开的特别的浅啊 这个浅 比较浅的一个盘口 特别是浅的盘口的同时 他们这个 呃 就是高水位持续的赔付 时间比较长 特别是这里 这个高水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这块 呃 而且还是阶梯式的降水这明显已经是让瑞士很热了 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瑞士打出了概率已经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基本是没没什么系的啊 所以昨天 义无反顾直接给大家推了瑞士的对手 啊 所以这场 基本上也是在这个计划当中吗 进球计划当中很配合啊 好下一场 呃 波州杯的这个丹麦对芬兰 其实这个盘路的走势从昨天的一个大体 操盘 逻辑上来看的话是跟瑞士那场是 很相似的 非常相似 而且这种操盘逻辑常常会在国家型的这种大型比赛里面 试用 因为 呃这种国家级的比赛跟这个所谓的联赛啊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操盘思路 呃这取决很多客观 原因 比方说国家级的这种筹码 下注筹码有时候不是看球队 是一腔热血啊 所以 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是 怎么说是非常的 复杂的啊 我就举个例子啊 中国跟巴西打 巴西如果说直接上三个球 按道理来讲 巴西肯定是能打赢中国的 是吧三个球估计也没什么问题的 但如果说三个球然后再降到一个球 那你觉得买中国队的人多吗 我告诉你 也会很多 很盲目的 因为中国的 受助筹码量非常的大 所以国家级的比赛考虑的层面跟那个 联赛也是完全两码式的 操环思路也不一样 这个丹麦 也是一个状态好 跟一个状态差的 差距相比 但是丹麦整体来讲 丹麦其实是 世界排名上来讲 排到比较高的 好像是前10的一个世界排名 芬兰是 往后几十吧 但就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你看丹麦开出一球到 他其实前半层的这个 开盘啊 都是一个 一个右盘 一个右导式的开盘 一球升到一球球半 再升球半 然后球半持续相当高的时间高水 然后呢 临场给你降到了一球球半 感觉好像 哎呦也赢不了了 靠不住啊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 如果是赢不了靠不住的话 他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理由前面 连升两个盘照热了 然后持续高水 这个说不通的一个道理啊 所以关从这点上 这点其实 这些大联赛啊 跟 各家公司之间开盘的数据啊 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这个我之前我对 之后我对比了一下这个 包括 其他的公司盘口 比方说 像利博啊 威廉啊 他们基本基本上都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大联赛 专家的掌控度还是蛮高的 他不像有些联赛 特别小联赛 各家公司他会出现一些分歧 然后再来看一个推的重点啊 这个这个司打这一场 这这场 很扯淡 这场很扯淡 其实这场 真的是不该犯的错误 昨天已经犯了一下 只能说复习一下吧 首先这场比赛的话 组队 从实力差上来讲 其实是客队更加有优势一点啊 从对战晚期上来讲 也是客队会有一些优势 只是最近组队赢了一场 但整体来讲 客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然后在 这个 状态上来看的话 组队跟客队之间的状态差距不大 组队稍后占有优势而且还有一个做盘又 主场优势啊 然后 整个实力差在来讲 其实客队他是一个超级联赛降级的球队 他的水平各方面来讲的话 不应该比组队差的 所以整体的一个评估啊 应该是打平的 双方的一个状态应该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就是 没有看出哪一方面更有优势一些 明镜与会у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是3.21分的时候升盘 这场比赛是凌晨开始的 是凌晨嘛 对凌晨开始的比赛 所以这个时候它升盘有点弱 有点诱导 这个我绝对我的判断是有点诱导 但实际上它是跳空的一个水位 直接降压 降压把筹码这个压力给降低了 直接跳空一个水位 它没有走截踢 它直接降压了 再配合之前的这个水位点 你看他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位点 就是双方转的差不多的情况下 他一直维持比较低一个水位点 这个昨天没有考虑到位啊这一点 然后看一下环光这边 环光这边的话 水位稍稍高 就是在这个平手盘的阶段水位稍高了一点 稍高了一点 但是实际上在进入到这个变盘期的时候 在临场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直接往下压了一个水位 而且压了水位他压得很注意 他没有破零接点没有破零点八这样一个零接点 就是没有破一个整数的零接点 这一点昨天确实是看漏了 后来我做了一下这个整体的筹码数据对比了之后呢 发现也确实是客对的这个筹码量 跟这个实际情况来讲不是很符合 偏多大概偏多的一个偏差比的话 就是客对的整体的筹码量吸收量大概是有30%的一个偏差率 就是客对多多吸收了将近30%到40%之间的一个筹码力 但这个是一个数据数据评估出来的结果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也就没办法 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这场比赛啊 这一场比赛这个不是重点啊 这场汉坎并不是重点 但是给给大家过一下啊 过一下吧 这个汉坎总体来讲啊 这个判断的话 我建议大家在判断这个实力差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友谊差给过离的 因为友谊差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实力差 友谊差就是闹着玩的啊 从实力差来讲的话 其实汉坎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啊 倒是客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然后近期的状态汉坎一般般啊 但客对的状态稍差一点 那实力差上来讲是客对有优势 如果这个整体来讲的话 光看是基本面来讲 可能汉坎会比较值得看高一线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客对的实力差并不差 这种前提下主队直接很保守的 把盘口 因为升盘的时间很早啊 可以按照一盘的算 因为很早就升盘了 他升到一盘的时候呢 这个水位给的很保守 也就是主队这边 如果我们从这个基本面上来看 主队是有优势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不应该是升了一个盘的时候 把这个水位放到这么保守 你放这么保守就没钱挣了 对不对 没办法吸引更多筹码 玩主队这一杀嘛 那也就是说这一点上 其实有一点有一点的提防性呢 所以呢 昨天推荐了一下 这个 但是这种比赛我个人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的原因也是 跟这个黄冠这边有一点关系啊 跟黄冠这边有一点关系 他这个持续给的水位还是蛮高的 蛮高的 但是到了临场 他把水位压下来 像这种 突破一个水 一个点位的水 然后又向来再突破一个点位的水 其实这个某种时候 如果结合基本面来看 他也是一种 防止赔付拉高的这样一种方式 来降低这些筹码压力 所以这一场决定给大家推荐了一下 另外一场是谢富 谢富这场比赛 再过一下 谢富这场比赛 其实 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两队其实差不多 如果把这有一赛的这因素去掉的话 两队其实差不多的情况 虽然谢富他占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最近的一个状态上来看 客队其实在表现上也不是太差 但是这些比赛他自己只有一定的基础参考性 因为17年前的比赛 最近的实力差的话还是难提现 存 在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两队差不多 当然由于客队他比较吃亏点 客队毕竟是一个石斑马 石斑马的话 从水平实力上各方面的适应性的适应性上来讲的话都比赛组队 那盘口的话是这么来看 黄光这边的一个盘口的话 他给出一个组队是保留了一个水位 基本高水都是在客队 而且从这个实力差上来看的话 确实组队他也是有这个能力打出来的 那这种情况下 庄家非常的保守 他没有给组队一个很高的一个水位成分 没把基本上把筹马都压到客队 为什么他敢这么压呢 其实很大原因的 还是贵根结底还是在客队的状态不差 客队整体状态并不差啊 不差 然后最近一个友谊赛他还是有一个 胜率在这里啊 再加上状态不差他有一定的联想空间 所以他把客队水位给的高了一点 然后也不质疑说客队那边没有人去买 但组队的也是给他们保留 这个黄光上的体现还并不明显啊 但是在澳门这边体现就特别的明显了 直接跳空压到1.75 突破了敏感水位 然后突破敏感水位正常来讲的话 应该是让这个组队变成一个热门的雪山 但实际上 这个0.75的水位在使用的时候特别的讲究 在目前这种盘口的状态下 0.75其实不会引起一个躁热啊 这个是一个经验判断来的 然后呢直接跳空跳空的时候 他没有更多的没有更多的这个操盘的轨迹了 就只是一个跳空跳空的直接压低 压低到了临场为止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昨天还是觉得组队还是有一定的希望打出来的 果不其然了还是出了 好那就总结一下昨天的比赛就是 推了一场 重点过 两场过 三场 三个重点赢两场输一场 然后两个参考点都过 也就是昨天推五 过四 不好听啊 推五场赢市场啊 嗯 行 那就看一下今天还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的比赛给大家推一下啊 好 先这样 ��哥 别嘗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